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國書法來講 文字它從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就很像畫啦 是的 像畫甲骨文 周曹的經文 戰術它是比較圖像式的 所以中國文字形成 它是從抽象 從具象到抽象 所以最有可能演變出來的 也是從象形文字 到最抽象的草索 喔 對 所以你的圖形書法 就是希望再展現出 對對對 從這個象形文字 跟草索的這個能夠衍生出 這個新的作品這樣子 老師其實很厲害 然後可以左右手一起寫 左手寫過來右手再寫過去 這不是跟周伯通的功力 差不多 那這個京豐老師 我知道你一直是專攻雕鎖 對不對 可是後來你也去拜張老師為師 也想要學書法嗎 還是一個什麼樣的因緣機會 書法我是可能學不會 但是我想就是說 因為以前也對書法很感興趣 從來沒有寫過書法 那我就想說用雕塑來表現書法 所以就說這一次碰到張老師是去年 那我去年在阿拉米達做了一個展覽以後 就是他們又特別給我另一次機會 那我想說我跟老師這個就是共同 就是利用書法這件事情 然後呢去提升一些個人的一些東西 所以老師的作品可以說不是書法 而是一個作品 那我的東西都是雕塑 所以也是做了一種這個突破吧 是 對啊 這個就是金楓老師 金大哥 這個聽說是一個字對不對 對 這是一個字字 這是你學了書法之後有的靈感嗎 還是 我從來沒有學過書法 正確的講 就說但是我是從心裡去學書法那種精髓 所以老師給我這方面很多啟發 很多靈感喔 那你可以介紹一下這個你的作品 它是不鏽鋼做的然後去上冊 對很硬 可以摸一下嗎 可以可以 不要捏碎了 不會不會 你看它這個線條非常的流線 但是其實它是用一個非常堅固的 可是我真的看不出來它是一個字耶 一個紫字 因為你用草書的草書有很多東西 你是這個不一定能知道它在寫什麼 像槐塑這些大師的 但是他們那個精髓 就是說它草書那種飄移和那種鈍 其實完全可以用不鏽鋼這個去結合起來表現更好 聽說你創作還有一個小靈感是跟張老師有關係的意思 對對對 講一下好不好 稍微講一下 那個是老師給我寫了很多草書的這個小稿 然後後來我這個就是一直想做那種東西做字 但是後來有一次就是電焊的時候就給燒掉了 所以很遺憾 但是這個小故事反倒讓我就放鬆了 我就不用拘泥在字架裡面 所以就是更加就是讓我去開闊的去去想書法那種精魂 反而更放開的是不是都豁出去 對 所以都燒掉 可以這麼講 所以真的是靈魂的就是讓我就是一下就想到了它那個點 就是說讓我去橫著樹的去看書法 就像外國人看中國草書一樣或者中國書法 我有的時候就把書倒我了 其不同角度搞不好會有其他的看出其他的東西 它還是一個雕塑 只是用了一個草書的這個概念 是 那我知道你們兩個師徒二人啊 這一次聯手有這個雙人展對不對 為我們介紹一下好嗎 在Alameda的museum會展出 謝謝 謝謝 這個展覽是這個去年我辦了一個個展 十年夢一見 然後他們這個Alameda的museum就非常的感興趣 覺得這個華人去了那麼多 然後這個主流媒體也就報導了很多 那他們也覺得很驚訝 所以他們說給我在一個機會 就是說不要十年了 就把一年的成績報出來 所以我今年就想交一個一年的一個新的成績單 但是這個遇到老師以後呢 這個書法這個夢已經做了十九年 所以老師的書法也是寫的非常就是說已經很有功力 但是這一次他做的完全是一種突破 所以我們倆就想說共同突破一下 所以這一次我們倆就辦了這麼一個展覽 老師你的作品這麼多啊 那怎麼會挑選最精華的擺到這個展覽館裡面 怎麼挑選的 我就是用傳統書法裡面的線條 那麼中國書法就是點線在一個畫面上的切割 再加上這個墨韻 這個墨韻的話呢 這個中國書法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 它顏色單一 可是用最簡單的形式呢 表達出這個最豐富的生命內涵 對 所以我們看到過去傳統的 不管是水墨畫也好 書法也好 它所謂墨風五彩 對 那麼我就用這樣的一個精神神水呢 融進到我這個新的一個作品裡面 來自於傳統 然後突破傳統 對 然後做出一些圖像性的一些東西 而且書法跟雕塑怎麼樣的結合 我想很多觀眾朋友也很好奇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繼續回來跟兩位老師 再討論一下這個展覽 而且呢 我們的大師要現場揮毫 所以千萬別走開 待會回來 估談到核心 針對 感谢观看